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是一个拥有一百万人口的 被称为孟之都的繁华大都市了 然而 风云变幻 世事沧桑 在九百年前的一次靖康之难以后 北宋消亡了 开封这颗繁华之星也陨落了 1971年在开封市郊修造防空洞时 发现北宋时期的城墙竟埋没在七米之深的地下 当然 京城变凉的那段花团锦簇的繁华 也一起埋进了地下 清明上河图 全长525厘米 高25.5厘米 采用我国古代绘画中特有的长卷形式 以高度写实的技法 用通俗化的体材 全方位地描绘了京城变凉的繁华热闹景象 画面精细逼真 场面宏大宽广 令人叹为观止 画家在画中所表现的是清明时节的开封景观 整幅长卷 循序渐进 分成郊外 汴河 城内三个部分 徐徐展开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洋溢着早春气息的郊叶风光 沉雾朦朦 丛林服输 农舍九四 时饮时现 赶急的农人 赶着驼炭的毛驴 在田间小路上蹒跚而行 在进入大道的三岔路口 有人骑马坐轿 扑从千马引路 尖挑背驼 从窖顶上插着的嫩柳枝条上看 很显然 是城里的有钱人家 从郊外扫墓归来 附近小路上 有两位老妇 在男人的伴随下 整齐驴从城里返回 进一步点明了 这正是扫墓踏青 走亲访友的清明时节 画面的第二部分 围绕着一条叫做汴河的运河展开 作者在这里 浸现了汴河两岸繁华而闲适的情景 在运河上 有装满货物的大船在行驶 不在岸边的粮船上 正在卸下沉重的粮包 河水中 水流湍急 逐炉相接 倩夫们 拖着船逆水行驶 汴河曹运 是北宋京城经济的大动脉 他的繁忙 可以想见当时京城商业的繁荣 清明上河图 可以说是在方首之内替百里之窘的光辉典范 为了在有限的画面上表现宏大的场景 画家对画面的结构苦心经营 既有一般的描写 又能突出重点和中心 那斜跨画面的如雨后飞红般的上市桥 是画中最具魅力的画面之一 宫桥上下 车轩马闹 船来舟往 人声鼎沸 热闹非凡 作者通过汴河 红桥及街市风景间的巧妙组合 如一组特写镜头 十分逼真的呈现在我们面前 那上桥的毛驴和下桥的小车 被桥上摊贩击到桥新的骑马的官人和坐轿的女眷 狭路相逢 双方的奴仆互不相让 两边看热闹的人群指指点点 无不充满着动感和情趣 把一处交通要道的繁忙的节日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 过了虹桥 随着变河的蜿蜒流去 画面便进入了第三部分 城关 这是一段对熙熙攘攘 车水马龙的繁盛街景的细致描绘 那临次致笔 高条九旗的街面房屋 行人聚集 生意兴隆 沿街草棚地摊 琳琅满目 饮食 饭药 不算者 稀可见之 平桥上 行人平栏关于悠闲自得 与红桥上的摩肩接种 形成鲜明的对比 画的结尾部分 是一座悬山门楼和瓦房 里面露出几只羊柳的枯枝 陆北有一处芽鼠 差意疲惫地坐在香包上修气 旁边有刚刚发芽的嫩绿垂挂下来 显露了无限的生机 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 画卷到此突然结束 既没有作者的署名 也没有画作完成的年月记载 不知是画作的后半部分已经丢失 还是原来就是一幅半成品 它给后世留下了无穷的悬念 中文字幕里面